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那在我们专案的这个地方 我们先写练习的专案 只不过我把廖甲名称换了一下 这时候其实就差不多 都是整个城市的一个 办理档 那刚刚有请大家帮我到 这个 Cases 就我更新上去Cases里面 CROUND FUNDING 这个档案我把它下了下来 或是打开这边做参考 我们准备呢 我针对这一页做一个练习 那这页的目的呢会到 某一个网站去 做一些 到这边去 好 那现在呢请大家帮我新增 那个档案名称 要看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练习也可以或做什么都可以 那原则上呢就是 我们接下来会 以那个档案 例如说 那个 CROUND FUNDING OK 这是一个群众募资的一个 范例档案 OK 请大家呢 花个15秒的时间 帮我新增这个档案 好的 那 OK 我们现在呢 它会有一个 这种例如说群众募资的网 网站 就是说可能 他有推个产品啊 请大家 就是 那个 Sponse 它 或者说那个 做一些资源 OK 那这网站呢就是群众募资的 一个 平台 好 那这时候呢 假设我们在不需要登录的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 把这些资料 截取回来 例如说 我们先赞钱 先不论他分页的问题 我们针对呢 某一页 的这些超连结 那他呢 有分为他的图片 他的抬头 或者说他的标题 那 在这个账面呢 也有所谓的剩下天数 以及他目前募款的金额 OK 那我希望呢 能够把图片 跟那个所谓的标题 就每一个超连结 那你会发现啊 那有些呢 他会有剩下天数跟 所谓的 募资的那个金钱 以及呢 那个 又分成说 长期订阅他又没有 每个月 那个 费用啊 多少 所以他这边呢 在概念上他有分几个种类 那我们如何针对 例如说点下去呢 针对这个 他有所谓的那个钱啊 以及呢 赞助的人数 或是所谓的 剩余天数 以及时程 那这个是有时程的部分 有分开始到 结束 那他有些连结 我就是说留言跟常见问答 或者呢 这个留言跟常见问答的内文 我们不关注 除非你有需要 你再更进一步进去 去取得他们对话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呢 针对 这种有实现的 有剩余时间跟赞助 人数 以及那个 金额 的部分 做一些资料 截取 那有 那另外一种例外呢 就是这个 长期订阅 你会发现啊 他第一个 他金额是零 第二个他没有所谓的那个 另外一个叫什么 他赞助人数是零 另外一个是什么 什么 剩余时间啊 那你会发现 他这边只有开始 什么时候 却没有时间周期 我们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怎么处理这样的东西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来 做一些资料检索 那剩余的这些内容 大家在 自己 在那个 延伸启用 在自己 类推那些内容 那我们的 责任就是把 这个 每一个主题 每一个主题 的图片 封面 跟他的标题 以及他内容 当中的那个 金额 赞助人数啊 那个 剩余时间 跟时程 这些东西 然后截取回来 那如果他没有 时程的概念 有那个开始的 那个时间 我们只截取前段 如果有时程 我们前后就截取 那怎么做到 前后截取 或自动判断 他只有这个的情况之下 我们只截取他 如果他有两个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截取两个 怎么做判断呢 OK 我们就在这边呢 做一些 练习 那 我们练习工具呢 如果大家看范例 我就 一开始 先 汇入套件 例如说 汇入套件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汇入 Request 那我每次都写 Request 很长 Request 很长 所以我们就给他个别名叫 R B Q 有些那个 那个缩写也会叫 REQ OK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叫那个 BS4 我从里面呢 去取得了 那个 Beautiful Beautiful Soup 可是我每次叫 这个BeautifulSoup 美丽汤 很麻烦 所以呢 这时候就给他别名叫BS 或许 会短一点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什么 正规表达式 待会呢 我们会去过滤 他的金钱 他的时间 OK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希望待会把它存成 Json 的格式 OK Json的格式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我们会设定那个标头 设定呢 请求的 设定 请求标头 Request Headers 不过呢 这个因为我们就 就把它加个S 大家做参考 好 一样 底线 Headers 那加的东西呢 是预防说 那个 对方的伺服器认为 我们没有标头 就当作是 我们是自动控制的 机器 机器人 其实 就 那个 就会被挡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随便找网 网站也可以 我们按F12 或是你 那个 任何一个 那个进入 这个页面 这个 控制 开发 使用者开发平台 OK 那在这边呢 它有Ctrl加R 或是你像我一样 直接按这个 重新载入 或是F5 去操作这个页面 然后呢 在这个瀑布 通常 最上面 这个瀑布最上面呢 跟网站的结尾 最后一个 路径的名称 如果一样 通常都是这个网站的 根 那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的那个标头啊 来自于 RequestHeaders 里面 的UserAgent 我们把这个 Mozilla后面这个字眼 到Safari后面这个 -36 复制起来 之后 就放到 这个请求的 这个 Dictionary里面 OK 好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 一个一分钟时间 帮我做一些 简单的 文字的那个 补程 好吧 我帮我 把这些基本的 起手式把它建立好 好 那我一块的惯例 通常 是这样 就是我们会把一些 资讯 抓回来的资讯 就把它用 Dictionary方式 Kick and Value 组合起来 再个别丢到一个 List里面去 所以我们会整理 所有 取得 资料的 变数 这变数呢 就是ListData 给一个 List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放 就是那个 所谓 网址 例如说 抓取的 那个 去抓取 资料的 网址 这时候啊 我们就叫Listro Domain Name 这个你要 UIL也可以 不过呢 我这边会有一些 额外的 用心 所以 那个 大家呢 可以再 去 布置一下 我们的范例 这个网站 他的首页 OK 他的首页 就会叫这个 Domain Name 这时候呢 请大家放 待会会请大家放 放上去 那因为这个网页 法律的 这个网页 到这个探索的地方 这个Categories 他这边是不是有一些 那个列表 对不对 那我们 未来可能会延伸 他这个 叶数 分页的问题 叶数分页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在这边呢 先 针对第一页部分 做截取 未来呢 大家把程式做些修正 或是你延伸起用 先取得376的东西 再丢到Fore圈 每一页 这样 个别依照这个逻辑 抓出来 我觉得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所以这时候 我们进去Domain Name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会 先设定一下 页数 例如说呢 总页数 那这个页数呢 是可以改的 随时可以 动态调整它 就是说我叫Pages 等于呢 1 那待会呢 我们会代表说 如果你今天这边设 这边分页是376 那你这边设定成 376 待会它就会自动 从第一页 抓到最后一页 但是呢 我们只单纯 选择第一页这件事情 好 那接下来呢 请大家呢 先帮我花个 那个 20秒时间 先帮我把 帮我把这边 把它 那个 那个 输入上去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在这边会希望他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在这一页 把所有的 这个 所谓的封面图片 跟文字 先把它 放在Dictionary里面 然后呢 个别呢 放到我们的ListData 所以他Append在这里面 为什么他把这几个呢 先例如说 4 3 12 12个 他就把它先暂时 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呢 我待会会有个 Function 就像我们上次那个资测网站 到那个所有新闻 列表里面 内页 再到第二阶段呢 去 真的把里面的资料 个别 截取出来 OK 个别呢 截取出来 好 所以呢在这边呢 我们会 分成主要的Function 那这边 Function名称 大家自取 OK 接下来取得 首页 有那个列表 列表资讯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第一页 建立这个Function Get Mem Data 我的名称呢 自有取 那个命名 好 那如果大家说 老师我这个Function定义完啊 我要做在哪里呢 其实你就可以写在 主程式的区域 OK 大家待会记得就好 我先把它 那个撰写完毕 OK 待会呢 就会 把我们 这个东西 记得要 放在 主程式的地方 OK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 开始正式开始 好 我们希望啊 就是程式能够 主动的 取得每一页的所有列表 所有列表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会针对 它的分页做些请求 但是我们范例呢 只取得 第一页 未来呢 大家只要改 这个值 它就会 你想去哪一页 就到哪一页 就会把资料呢 抓下来 好 那现在呢 意味着我们会使用request 到每一页去 对不对 到每一页去 但是呢 我们还是 以一 为主 以一为主 好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取了page 那个page 这个变数呢 它作用在哪里 它作用在这个range 诶 等一下 这个range 好这个range呢 在哪里 我先把这个 好 那希望到哪里 从第一页 我希望到pages 加1 因为它是-1结束 对不对 为了假设这边是376 我直接写呢 它就变375 所以我就在那边加1 它就可以从第一页 到你指定的页面 总页数 好 我们是不是 假设我们现在是1 那这个1呢 在这里 1加1等于2 所以是 1到2 -1的位置 就代表它自己 第一页 所以呢我们这个page呢 只会取得1这个值 未来呢 你取得376 它就376加1 377 所以1到377-1 1到376 它这个page呢 就会从1 一路一直换 叠带 到376的位置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第一件事 我们要取得 回应 就取得response 那假设我们今天说 写成res response 我希望什么呢 我们先前定义的名称 叫reqrequest reqrequest 叫rq 点什么呢 get我们透过浏览器 填写的方式 我放上去 那我们先前不是把网址写在上面吗 其实它也是参数的 或者说那个 属性的一种 设定的那个一种 它其实叫url 等于什么呢 我们的domainname 那我们懂 domainname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我希望在它后面 加一个categories 到这一页来 到列表这一页来 所以 我在这边呢 加上 一个fstring 然后呢 categories 那categories我们观察一下 它这边会有所谓 分页的概念 例如说我到第二页 那网址是page等于2 categories 问号page等于2 这个get的变数概念 那我们假设回到第1呢 是不是它又把这边回到第1页 就是我们 一开始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干脆 就依据这个格式 网址格式 就给它1到376 是呢 我们就用这个格式 给它1这个词 就会到这一页去 所以啊 我们待会到这个categories 这边呢 就问号 加一个page 等于什么呢 相迁这个f 进去把page带进去 然后呢 header放什么 我把它弄小鸟 好header呢 放我们这一个 设定请求标头的设定 所以 我们的header呢 header等于我们 设定的标头 OK 好 那这时候呢 我就试着印看看 这个res.tax 它有没有资料 有发现是不是 那网站的结构 就出现了 对不对 什么群众募资啊 这种东西 好 那在这里呢 请大家 针对这个部分 给大家呢 那个 两分钟时间 帮我把它 一两分钟时间 帮我把它 写上去 OK 这时候 我们就正式呢 往下 谱析 好 那我们取得了这堆文字之后 这堆文字呢 假如res.tax 我们确定 它是html的内容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 初始化 这个suf 固件 好 假设呢 我们会取得 这个suf 等于什么呢 我们刚刚是把那个 美丽汤呢 变成了bs 对不对 所以大家呢 就不用写 这么长 只要bs 就是直接把它包起来 第1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的res.tax 把html放进去 第2个部分 它叫lxml OK 这时候呢 你就顺利的 原则上 如果刚刚你有显示 下面内容呢 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你觉得这个格子呢 下面输出看起来很暗眼 这时候你就针对sell 然后呢 Current Output 这边呢 做那个 Clear 那如果说你很多格子都有那个输出啊 那你就直接 All Output Clear 它就全部 就取消掉了 OK 那接下来我们透过这个步骤呢 就可以顺利的 那个 取得 这个物件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 连续的过程 连续过程 我们希望呢 能够把这图片 跟这个所谓标题 放在Dictionary里面 再把这个12个 这一页里面12个 这个Dictionary 个别呢又放到 我们的ListData 里面 OK 就这样的概念 好我们就往下啦 接下来呢我们就取得 所有 超连结 OK 这个超连结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超连结呢使这个 它其实一过去就发现变手指 变了手指 所以这时候 我们待会就做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把这超连结 12个全部 都找出来 对不对 好 那这12个找 要怎么找出来呢 一样 后一圈 把一个一个 迭代找出来 A呢 我要找所有的超连结 的 SOOP 那个 物件 就是 的那个 元素的元件 桌子在哪里呢 是不是我的那个 SOOP SELECT 应该是一个集合 对不对 好 那我选择 应该写什么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A的组合 那一方面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的办例 对 所以变一个地方 就是你只要变成那个手指的地方 我们按一下 例如说这个 这个文字部分按下右键 那你会发现啊 它这边是不是一个A 我们一下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A 这边呢是不是一个A OK 好假设这个组合呢 往下移 是不是下一个 再往下移下一个 再往下移下一个 所以 它是一个例如说 可能是BOOSTRAP 它的一个规格 如果 你们学过BOOSTRAP 就会知道它大概做什么 如果没有呢 我未来可能也会有机会遇到 好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往下看 我们是不是每个 都叫那个什么 什么 他们的共同点 他们的复节点 就叫BLACKS GUTTER3 G E 还是L 我这个大概是E 那是不是才往下走 还是每个超链 所以待会我们会先写个 待会把这复制起来 OK 先往头呢 DIV 点 就是选择这两个部分 接下来呢就往下找 往下找 找谁呢 找它下面是每一堆DIV 可是呢一直往DIV 你会发现 它其实就一个单独的A 所以呢我们只要针对这个头下去找每个A 它其实就会自动找到每个超链接 例如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 ELEMENTS 这个元素的部分呢 按Ctrl加F 你会发现 它让我们查找 一些资讯 对不对 那假设呢 我们刚刚 在 这个地方 把它 选择起来 看一下 它就是帮我们把整个包住 只有一个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往下 A 点 那我们看这个超链接 它类比 它类比是不是叫 DB 所以A点DB 你会发现 是不是找到12个 好我就往下点 你会发现一直往下点 是不是这12个 对不对 这些12个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取得 这个超链接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针对它 下面 你要箭头也可以 不加箭头也可以 A点DB 原则上 我们再检查一下 记得 你自己写完之后呢 再回头检查一下 它到底 是不是 正确了 你看看 像12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说 OK 它的选择器 其实长 这个样子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取得 这些A 的这个 所谓的封面 OK 你会发现啊 它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 什么DIV 然后它的图变数 放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它有一些那个 文字 什么 H3 H3 然后有个 这个什么 MD3 MB0 B 来取得 它的那个标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我观察得知 这种格式 这个应该是 Chrome帮它渲染出来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里面 它到底 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说我先印出来 那个 A.select 那因为我只取得个元素啊 叫 所以它使用one OK A.select 往下找 OK 这个A里面再往下找 找一个元素 找谁呢 找DIV 然后呢 它有个 呃 这看起来就有唯一性啊 就用那个 SPEC 这个购面的 比例 它这个所谓的专案的那个购面 所以这时候呢 假如我取得这东西 在A里面呢 在一个DIV点 你发现是不是也是12个 是不是取得了 这个 类似这个 图片的区域 图片区域 那其实啊 你看到它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就你点过去的时候呢 你选择它 它会长这个样子 但是啊 针对 就我的经验 就我的经验 我们 例如说刚刚那个呢 那个 这个 DIV 因为它往下找 对不对 我们就往下找找看 这个 资串 好我们来印看看 它到底是什么 例如说我这边印出来 你会发现啊 它其实并不是什么style 然后 什么 什么 那个background image url 它不是 它其实长 这个样子 它这边呢 其实 在它真正 渲染出网页之前呢 它其实它有个属性 叫data 横线bg 横线 src 可能是background source OK 那这图片呢 就是 它的那个 封面图 OK那你不加后面这个需要 也无所谓 它还是可以呈现 所以呢到时候我们要截取 这样的东西 以及 它旁边的 H3 里面的文字 OK 这个H3呢 里面的文字 所以 这个cover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 我们希望今天取得 取得那个 这里面的文字 这个data横线 bg 横线src 的文字 里面的网址 那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们就会取得 这个图片链接 好那假设呢 我们叫st 字串的概念 但是呢 希望选它里面style 这个字串 所以呢我们就把刚刚 贴的这个选择器啊 在其中 还记得我们是不是单因元素可以直接指定属性啊 就是a中括号是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呢 a选择这个属性 它div 记得 它是div 这个div里面 它会有个属性 就是会有个属性就是刚刚看到的div OK 它的 这个选择器的那个class 我叫这个那个spec ratio 那个project 那个cover 那里面呢它有个属性叫data横线bg横线src 是它的封面 我们要取得呢就是它封面那属性叫什么呢 data bg横线src OK 好这时候啊我们就试着印出来这个东西 试着印看看 有没有 是不是取得了它的图片 对什么野兽来的 哇这个 不知道什么图片 这个 那个无线充电 什么 什么扩通盘 类似这样概念 好 那这部分给大家 那个 两分钟时间 帮我把它输出看看 原则上呢要跟我 一样 输出看看 两分钟时间喔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印出这个超连结的 对不对 原则上大家都可以的 这时候啊 我希望取得 这一串文字 就是说 我不管它是jpeg jpg png 我都希望取得这一串 那怎么做呢 如果今天是我 我会到rex101这边 做一个测试 做一个测试 假设我刚才输出这些东西 把它全部 贴上 OK那如果你不加 gm也可以 就是 这样做 好 那我今天呢如何 去取得 这串文字 我不要后面的东西呢 我只单纯取得全部东西 那其实跟nike贴图 是一样的概念喔 就前面呢 就照着流程呢 照打 那因为呢 它图片呢 大概都全部在https 所以 你就管它 可有可无的问题 我们就照 这个节奏呢 去操作 那待会大家呢 可以的 那个 看看 我们就看 cf 底线 然后后面呢 是一堆数字 数字呢 一个以上 然后呢 就往下找image 底线 vig 然后呢 那这个地方呢 关键点在哪里 我们可能结尾有分 jpg jpg 跟png 对不对 好这边有写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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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png 好这时候它是一个 选择的概念 可能这个地方 有jpg 或是jpg 或是png 所以这种或来或去啊 就是用小括号 那那个 我们呢可以是 jpg 好 那个 1g 那这个1呢 是不是可有 可无 所以呢代表 我们这个1 他们这两个之间 jpg 跟jpg 其实只有一个字的差异 所以我们在这个1的右边呢 加个 那个 问号 然后 png 我看一下 目前我们只对到一个对不对 好那如果说我们用global 它其实就会全部 都对到 全部都对到 OK那如果你没有加这个问号 那jpg 就找不到 因为呢它会完整的配对 所以呢这个1如果可有可无 例如jpg 跟jpg 都可以 那我就在 右边这边加个问号 代表问号 左边的那个字 那个字元呢 可有 可无 那如果 你照这个正规表达式 把它 那个 写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做什么呢 我们就直接呢 就 把那个 例如说在这边 我们给它一个正规表达式 reg img 两个双引号 把我们刚刚正规表达式呢 丢进去 丢进去 丢进去之后呢 在这丢进去之后 我们试着把它 取得是match出来的结果 对不对 好这时候呢 我们就 re.match 或是你要search也可以啊 你怕说又没有从头到尾 因为它是 我是希望它整个完整配对到 因为它取得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你说老师我可能里面有很多的资料啊 可能像外贴图它 可能或是说在其他的地方 它可能就 有分什么什么 480啊 720p啊 或是什么 什么480w啊 720w啊 1080w 有这种一连串把 图片写进去 某个属性里面 那这时候呢 就要用search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知道说 它一定是从头到尾都一定 稳稳的 都是htp开头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match ok match 那match呢 这个r1.match 它们大部分都是第1个参数呢 都是放我们正规表达式 第2个呢是放我们测试的资串 对不对 我们要使用到资串 可以长这个样子 好 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试着给它 一个变数 就是 img 假设呢 把解决出来的结果放在这里面 match img 0 ok 那我们就硬看看 这个s mg 输出 有没有 它是不是就取得 其中 图片的资料了 ok 好 那这部分呢 一样给大家 两分钟的时间 帮我尝试看看 如果这部分呢 暖完手 我就把这部分呢 直接说完 好 我们确认了一下 那个 这个 那我们取得了 这个所谓图片连结啊 好 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 取得图片连结之后 是不是要取得 这个后面的文字 OK 这是H3的文字 那无论是照片的这个DIV容器有把它包起来 或是 这个文字是不是都在刚刚A里面 这个DIV然后H3 文字是不是在这里面 对不对 台风可能Coffee 那个box 所以都在这个DIV 那个H3里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ADB这边然后H3 3.B 是不是也可以取得 每一个 那个标题的部分 对不对 所以呢这时候啊 为了取得 那个标题 我们会这样做 例如说我们取得 超连结 先取得超连结 再取得标题文字 所以这时候呢我怎么取得 所谓的超连结呢 或是什么方式 透过刚刚的那个 我们是不是A 里面有个超连结 是不是叫斜线projects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woodbank 对不对 或者说像这个 什么 超连结 这什么Coffeebox 2021 对不对 这样一个超连结名称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超连结 例如说A 考虑的属性是什么 他是不是属性 A的属性是不是那个 HREF 对不对 所以因为我们这边走访是A 记得我们现在主角是A 所以A直接取得 他的属性 OK这样这个取得 可是会有个缺点 硬看看 这个缺点呢就是 你会发现他只有 在request 这边 他可能呢不会像 Selenium会自动帮你 补起这个网址 所以必须呢 我们在这前面 又要加个Domain name 例如说我们这样子 夹上这个东西 那你会发现 那个看一下 我是不是那边加了一个 斜线 好斜线反正没差 OK 这样子呢 他就会变成一个那个完整的网址 那多一个没差 就是说你也可以扫掉 OK或是说呢 试着把那个 斜线去掉 OK 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把他 这个超链线呢 会把它存起来 然后如果你觉得说 他那个斜线 很麻烦 你就可以 这边呢去掉 然后在这边呢再加斜线 也是 可以的 OK也是一样概念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他合并起来 看起来长什么样子 对 我怎么 怎么 1b55 那个东西 好那我们就取得了那个超链接 所以呢基本上 我们在这边呢 不对 我们在 str link OK我修正一下 我这边写错了 应该是讲这个样子 但应该才是 差不多 因为同一个东西 算了 就对了 他同一个东西 所以 我们现在呢就直接 domain name 加上他 OK然后直接呢输出 str link OK差不多跟刚才一样 没事没事 大家没事 大家不要紧张 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说两个斜线没差 没差 那如果你觉得说 老师我只想留一个斜线 那你就针对呢 这边做一些文章 不过记得 这边要加上去就对了 OK 我就大概是这样 因为呢这本身这个 A的这个HREF 他就会有斜线在前面 他就会有斜线在前面 所以呢你可以适时的 把这个domain name的这个斜线去掉 其他地方呢你再加上去 那如果是两个斜线 没差 如果是两个斜线之间有点点 才有差 我代表回到上一层概念 OK 这是取得超连结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取得超连结的 这还算单纯的 要不要取得 所谓的文字 就是所谓的标题 那我怎么取得标题呢 标题文字 好 那我怎么取得标题文字呢 那是不是A往下找 是不是这个A 每个A往下找H3 然后呢点B 是不是取得这一串 内纬 是不是点B就取得这一串内纬 是不是都每个都找得到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针对这个H3点B 我们就这样 A.select 就往下找 只找一个元素 因为他只有一个元素 对不对 这个元素叫什么 选择器叫H3点B 那还记得我们取得属性 是不是透过中括号 或是有些同学会想说 用A.get 也可以 但是我个人觉得用那个 比较 简洁 比较简洁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直接 点 那取得内文用什么 get 底线 text 好 那我们就试着 印出来看看 那个title 是不是这些 名称呢 就被我输出了 就被我输出了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在这边希望呢 那个 整理一下 整理 那个 首页的资料 什么意思呢 我刚刚不是一开始提到 我希望呢 把图片的连结 跟标题都存在 透过Dictionary 存起来 之后呢 在个别append 到我们的那个 变数里面 另外 因为待会我们会还有一个函式 再更往内部去 那个走访 OK 就往内部去走访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list data 点append append的什么呢 Dictionary 格式 Dictionary是什么呢 分别是cover 所谓封面 封面是谁 哪个超连结 是这个 match出来的结果 我在里面前提是不能match 或是你用ifelse去判断 它是不是不等于 num 才把它 写出来 那接下来超连结呢 的部分 是所谓的 strlink 是不是超连结的部分 然后呢 接下来会有所谓的title 有什么 strtitle 好那我们在这个 外面看看 在它外面看看 它到底 长什么样子 是不是就把这些资讯 这个 这个 第一个Dictionary 看一下 第一组 Dictionary 讲这样子 是不是有了cover key跟value 就逐变连结 还有link 这个key 跟这个 它的网址 以它title 就是它的那个标题 是不是就可以取得 每一笔 类似的资料 类似架构的资料 对不对 OK 好 这部分呢 就请大家 帮我试着 输出看看 记得 这个是在 在复回圈之外 在复回圈之外 采用print listdata 不然你会一直印 一直印 好那 因为练习时限加了 我们 休息个10分钟 我们11分的时候回来 好不好 休息一下 大家记得练习 好我们往下走 就是 这个部分 连结 确定了之后 我们 取得了照片 跟它超连结 对不对 每一个link的部分 每一个link的部分 这时候 好我们就要往更进一步 要几乎呢就是把这个listdata 在每个网页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我们要到每个内页去啊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怎么做呢 例如说我们就 取得 详细 那个页面的资讯 详细页面的资讯 好一样好给它一个方形叫做 get get detail data 那你别忘记咯 在这边要加入 get detail data 这个概念 这个相关流程 主要的data呢 跟 继续的data 名称 自由取 这个没有一定 没有一定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选择走法 就到每一页去看 每一个 页面 那 那 index 电 那我们要取得什么 是不是这里面都是一个dictionary 是不是每个都是dictionary 那我们是把用fotain是把每个dictionary又找出来 所以呢 假设 我们待会呢要那个用列举那个 那个 呃 要取得它index 为什么 因为到时候呢我们要针对list里面所代表的那个index 例如说0啊1啊2啊 里面的dictionary 再塞 新的key 跟value 所以呢 这个 塞新的那个key跟value 所以我们要指定所以 你直接针对它那个 输出的那个dictionary 不会影响到list本身 所以呢 我们要多一个index 代表我们从 第一个list开始0123再往下到长度-1的这个范围 去把那个相对应的只能又塞回去代表说 我们待会到内页之后啊 这些多的金钱资讯呢 赞助人数啊 剩余时间啊 时程啊 这种东西 又会再放到同一个dictionary里面去 OK所以我们要待会要透过index 来指定到这个listdata 来代表相对应的dictionary 好所以呢 为了跟我们的dictionary做这个关键字啊 这个保留字做区别 所以加个底线 代表呢它是dictionary 或是你也可以写 obj都可以 就是它类似概念 那假设我们叫底线dictionary 它做入在哪里呢 我们就列举 这个numerate 把谁放进去呢 把我们的listdata 丢进去 像你刚才是不是12笔对不对 12个那个封面罩 所以呢这时候这个 index呢 就会从0到11 OK个别找 然后这边找出来呢 是它对应到的那个dictionary 那待会呢 我们新增或抓到的那个内页资讯 直接放到dictionary里面去 就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们必须透过listdata 中关号呢 指定index 就是0啊 1啊2啊 来使用对应的dictionary 这时候呢才会真正对dictionary 这个list data 有影响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取得回应 OK我们就res 等于什么呢 一样req 点get 然后呢url 什么 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把 dictionary里面的link都放进去了 所以这个底线dictionary 就等于我们刚刚append的每一个dictionary 此时呢 我们就 透过底线 dictionary 那 它的key是什么 它的那个 连结的key是什么 就是link 就对应到这边link所代表的值 就会对应到 这个东西 这个link 然后这个link 等等 OK这时候呢 他要针对内页 做请求 好做请求 那这时候啊 我们一样不免俗了 就是印出来 看看 他有没有东西 静止 因为我们少了header 对我们少了header headers 等于 myheaders 试试看 呃 headers 打错了啦 打错地方 应该是在那个下面 这边 对 打开快 OK他这边呢 这个 网址啊 就这个内容 HTML内容 就被抓出来 OK我刚刚放错地方了 这个headers 所以呢 那个 这部分 帮我 新增 这个function 同时呢 加这4HN 我大概要把刚才那12个连结 第1页的12个超连结 个别走过 个别在 请求取得回应 并且输出他的HTML OK 这部分呢 大家就 帮我 花个 两分钟的时间 做个输出 别忘记了 要在组程式里面呢 放我们这个新建立的function哦 记得帮我印出来看看 你这时候应该要印出 大概12个12页的内容 按下面不管它 反正到时候 我们还是把它清除掉 大概两分钟时间 帮我试试看 好接下来我们往下 这是我们刚刚试着去印出 这个HTML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全部呢 这个输出都把它清除掉 好我们一样取得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又要召唤我们的那个 那个速度出来啊 好我们就是这时候 就是我们要初始化呢 我们是新增 初始化呢 我们速度的物件 OK好这个东西大家做了好几次 我觉得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啊 那个 我们让BS放进去 我把这个 那个 HTML呢 带进来这边 然后呢 这边设计它的解忆器 我们就可以针对呢 是不是做初始化的过程 那现在呢 第一件事 我们要取得什么呢 我们要取得这个价钱 那你发现这个价钱啊 它是我们那个 那个 NT 还有这个符号 然后649 点 456 那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点 它可能很多就有可能 可能10万百万千万亿 有道义 或10亿 甚至于好几个逗号 好千分位的那个概念 所以这时候呢 好 那个 我们怎么去取得的内部的数字 那有些人会认为说 我们用那个 先去用取代呢 去掉NT 然后这个符号 跟去掉所谓的 逗号对不对 好 太麻烦 怎么做呢 首先 我们要取得 价格 好取得价格之前 我们先试着 先 有个那个文字呢 我要取得价格什么呢 这下是内页的部分 每一页共12页内页的部分 我们要选择 这个元素 那我怎么选择价钱的地方呢 我们来对它 按右键 检查 看看它的选择器 是什么 你会发现是不是 NT 这个地方 这个什么 是个 DIV 然后 JS Sum Erased 等等 那我们就用这个就可以了 那大家如果说把全部写进去 也可以 写越多的 类别 越精准 几乎就是它 等同一块跟ID一样概念 如果说很多这个组合 那你就会取得一个集合 好那假设呢 我们今天 DIV点 这个东西 被我们选到 你说 老师你怎么认为 怎么知道它是它呢 我们就试着 去验证 到那边 验证 是不是 你看是不是有一个 那是不是就选中这个价格的部分 对不对 选中它 所以呢原则上这个选择器没有问题 那我希望取得选择线内文啊 为什么 我希望选择这个选择线内文啊 我希望选择这个选择线内文啊 然后前置号 649 逗号456 就是那个 64万 64万9千多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怎么就要取得它内文 OK 取得这个价格 那我要怎么取得内部的文字呢 这是我需要用的真正式表达式 等于什么呢 好啊这个 那我要写什么 你看哦 这个东西 有些人会认为 应该用什么 什么 什么 或者说 直接就数字 斜线 D 然后做什么 对不对 然后加 或者说一个 什么 逗号 然后斜线 D 加出来 外面有很多D 为什么没有 老师我会群组啊 群组 我很 我很熟悉啊 可能很多个 假设我放 123 这样子 我都可以抓得到啊 干嘛那么麻烦 还有更好方法 什么方法呢 这样就可以了 你说啊 老师啊不是切成好几块 那你还记得我们上课 是不是提到的东西叫 Findle 他回传回来的结果 是不是一个list 或一个阵列的概念 那他居然回传结果是649 跟456 那大家还没印象 我们有个字串合并的概念 序列化物件 合并的概念 是不是 透过一个 空字串 或是一个 逗号 横线 的字缘 点join 那join里面呢 放的是一个list 他就会被结合起来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先试着 输出 OK我先试着输出 这个东西 怎么样他是输出这个结果 还有的数字大有的数字小 对 他说啊老师他那么多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又0元的 我先试着输出3号 我这样就可以了 达老师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截取到这些每个基督 无论你多少逗号 他都会以这个方式来回传 变成一个list 我这时候怎么办 我这时候 透过 什么方式呢 例如说我现在透过呢 这个真正的str price 透过什么方式 好我要透过一个空的字缘 点join 试着谁呢 我是不是用这个真正的表达式 所以我想要传回来是一个list 因为我点join里面放一个序列化物件 是应该是一个list 对不对 这是r1. 换一道 然后呢 放什么r1gxprice 第二个呢是我们刚刚 取得了这些字串 那这取回的这个字串 是不是每个list 对不对 代表说这第一组会 一个list里面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651 一个是086 第二个呢是571跟871之外 是不是list里面有两个 四串 变成元素 那接下来我就透过这个 那个空字缘 点join 把这个list合并之后 你说老师这些公侠 我再试试看 如果上课呢 听的话就没问题 你会发现啊 他输出的结果都是长这个样子 无论你前面几位数 他说被我用这个 终于表示切出来 因为一个以上 都切出来 那我把这两个元素合并在一起 怎么做 透过 点点 就是这个 两个代引号 空置 那个空置元 点join 把这个list合并在一起 好那我们现在执行看看 他会透过这方式 执行完 不过他 无论他等号右边做什么 都会把结果 透过等号 由右往左 带到变出去 以便我们在下 下一条做输出 这时候我们看看 他结果 是不是就是你要的数字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方法就简单多 不用说怎么抽出来 还要把等号抽出来 然后就是把等号抽出来 还要怎么去掉 那个什么 都好不用啦 不用真的是不需要 就是有时候看一看就觉得 天哪 就是 那个怎么会这样 就是怎么会这样 好 很重要 可是 有人回答我们的问题呀 为什么用比较 麻烦方法 但是呢 不管没关系 我反正他能够做得到呢 都是好事 只是呢 我跟大家分享的 是比较快的途径 好 那我们取得价格之后 是不是就要取得 例如说 赞助 的人数 取得赞助人数 那赞助人数呢 看一下按右键 这个数字按右键 他叫做 这个 spam 什么叫 backers 他这个backers 用什么支持者的意思 支持 的概念 OK这个 count 然后331 所以因为他是spam 那么看一下 这个大家就心里没有学历 就是spam 点 这个东西 原则上就是他啦 就是 这个数字 本身 有没有 这个数字本身 所以 好一样 我们要取得什么呢 取得 赞助人数 这是吧 str backers 等于什么呢 这名称字取 select 1 然后呢 刚刚那个spam 我把我们刚刚这个呢 测试完结果 贴上 那用 我们要spam什么 如果我们就写 这个样子是取得 BeautifulSup 的元素 可是我要是内文啊 为什么 你331才帮你这里面 这个就点 get 线 text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试着 输出他的 看看有没有什么错 他就有错再说 看看 他有什么赞助人数的概念 OK 他大概就这样 这个 5 用12个 这12个呢 就输出了 OK 好 接下来 请大家帮我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OK 试着 帮我把这两段 写完 硬看看 这个price 跟那个backer 到底是什么 好吧 两分钟时间 帮我试试看 接下来 这边有43天 剩余时间有43天 可是呢 这是有募资的情况之下 那有些没有43天 例如说 你发现 剩下31天 27 就有个长期订阅 像这个长期订阅 他就没有所谓的剩余时间 所以 针对这个网页结构 我们必须要先判断 这个选择器在不在 有在 我才取得相对的数字 才做一些 更进 更进一步的过滤 如果他不存在 那就用预设 例如说我们有个 预设的资算叫forever 叫永远 或是说 叫long time 或是long term 都可以 长期要看这样的名字 那我就随便取个名称 所以 我们再接下来呢 我要做进去 我要取得 所谓的 那个 剩余时间 就假设呢 我们预设叫 那个 time 等于什么 forever 或是叫long term 或叫什么都可以 好 那接下来判断一下 像这个没有对不对 好 我们先找一下有的 有那个生育时间 那有生育时间的 那个选择器是什么呢 对这个 43 按右键 检查一下 它叫做spend this time left 这就是spend 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选择到 43天了 那么我只要43这个数字啊 所以怎么办呢 好我先判断一下 我 sup.select 1 这个东西 比如说什么 spend 点 this time left 如果他不是空的 就是他有找到这个元素 那么我才真正 要取代掉 这个 htrtime 好那这个htrtime呢 就从自串 被我从第69行 如果我第70行的这边有 成真有成立 为true 就会到第70行 第70行这边缩牌后的结果 继续执行之类 好我暂时先把 这个内文带进来 例如说什么 sup 点select 点select 那跟上面一样 spam 点 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的内文 那在这边呢 他的内文是不是 43天 这个字眼 但是我只要43这个数字 你说 我没关系啦 我只要43天 有 反正有个数字就好 那 你就直接这样做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今天要取得里面的43 那么建议大家就直接还要再加个超过比较式 就给他一个R 然后什么呢 我要43天 我这样看得懂吗 43到号天 我只要用这个斜线 D 加速就可以把43取回来了 在这时候呢 就time 等于什么 r1.search 你要matchsearch就可以 你只要确认他前面没有 其他的文字 例如说D 例如说 那这些写什么 什么43天 或是说什么 前面还加个什么其他字眼 如果你确定不会有就match 那你不确定呢 就点search 然后他从头搜寻到尾 有截取到 就会传回来 那一样这个R1.search 它第一个是放我们的正规表式 这个呢是放我们的字串 好 那你看哦 我们今天把43天的东西 不知道这边来 那我们这边一样写定 那是不是43 好43 那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那个match 如果是中括号0 或group0 或是 点group 不写东西 是不是代表for match 完整配对的结果 那因为我完整配对结果 是不是43 所以呢 我们这边直接 因为它 R1.search 会传来一个match 那match0 是不是代表43 这个值 所以呢 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执行结果 是 那个match的结果 所以这时候在里面加个link 它其实等同于match 中括号0的概念 OK 这个是程式语言的概念 你在 如果这边不懂了 再花时间回头再看一下Python 有关那个 它程式语言结构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跳出来这边 看看 每一个 是不是 那个 都是forever 看一下 我打错字 search 你看到43天啊28天啊 29啊17 等等 那如果其中有一个没有呢 它就出现forever 没有 出现了那个forever 那你要叫long term 或是叫什么都可以 反正就随便打 OK 原本上这几个都出来了 你会发现 其实在首页上面啊 会有一个是 非 就没有剩余时间 没有 它就是有长期订阅 它就没有所谓剩余时间 其他都有 OK 相对方式呢 就可以取得所谓剩余时间 那这部分呢 还算 单纯 我就把 剩下另外一个取得持续时间 你说 老师什么叫持续时间啊 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有个 时辰 从这边头 然后到尾 这是一种 写法 那 可是有时候 你会发现 它没有 这个 起 起点跟 终点啊 就是 起始日跟 那个 截止日 或者终止日 你发现 例如长期订阅 它只有所谓的 开始于这个概念 那我怎么取得 这两种结构 要如何让它单独判断 我有 单一的 这个结构的时候 我就只取它 如果有刚刚那个所谓的 那个 时序时间 这个区间 有没有 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 我就把这两个抓出来 我要怎么做到这种可以判断 单一的时间 跟同时有两个时间的正规表达式呢 这个技巧呢 就在这边 交给 各位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直接下个前进 就是什么 取得 所谓的持续时间 你要叫 那个什么区间 什么都可以 interview 什么话 都可以 那我希望呢 把所谓的开始时间 跟所谓的结束时间 放在一个 Dictionary Dictionary里面 当你是forever的时候 当你的 str times forever的时候 只会取得前面这个东西 当你是有 剩余时间的时候 就会取得这两组资讯 OK 所以 这时候啊 Dict Duration 等于什么 一个Dictionary 他开头 begin 然后他的值呢 是空 然后呢 他叫end 他的值也是空 到时候呢 会就个别 带进去 好这时候我们要取得这串文字啊 先取得文字再用正规表达式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字怎么取得 在 这边 你发现是不是放在 这个怎么 MB2 F7 你说 老师说其他地方不是 直写F7就好 可是F7的话你会抓到很多嘛 那刚好能够配对在一起是什么 例如说我们从这边看 就 div 点 这个东西 点 要发现是不是只取得 这唯一的资讯 有没有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要用两个class 好 那取得这两个class之后呢 我们就要 说里面是不是有些时程跟什么字 我要把它取出来 用正规表达式 只取取取部的资讯 分别呢 取这个 取得第一部分 跟取得 第二部分 OK 你的这个 这个写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就要 istr duration 等于什么 sup slap 底线 1 div mb2 跟 f7 应该是 这个嘛 这个东西 复制起来 在这边 mb2 好我先取得他内文 就包含了 10乘这两个字 还有什么 好那接下来用正规表达式啦 rex duration 这边呢就是 比较精华 精华所在 好 我们先试着 就是取得这串文字 不是 你说 老师我要从里面拿 也可以 那 那个你这样子做呢 他前面呢 就会 有那个 10乘两个字 但是不管他 管他有什么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好 依照他的结构 个别塞入 那个 这个表达式 第一个我们就 d 然后是取得4位 对不对 好取得4位 那假设你不要global 就先 不管global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是search啊match啊这种东西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透过这个方式 好 一样就往下 然后呢会有个斜线d 他是两位数 因为他24小时制 所以呢基本上2 接下来呢 一样哦就是那个斜线d 2 接下来呢 会个空格 那空格还记得吗 是不是一个斜线小s 那接下来一样 斜线d 因为他有两个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做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斜线d 然后两个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呢 你会发现是不是又有空格 空格 那你写 横线你会发现 诶老师 为什么这些横线不见了 不知道 不知道他这是什么符号 所以呢 你不确定就把它复制起来 贴在这边 他是不是match到 他可能是个全形 或什么 反正我也 搞快清楚 反正他一个符号 好那接下来继续往下走 一个空格 然后呢 又跟刚刚一样 取得 4位数 然后呢 再这样斜线 然后呢 取得 2位数 然后呢 在斜线d 取得2位数 再一个 斜线s 然后呢 2位数 网号 斜线 2位数 好 那你会说啊 老师那我 match完结果 啊不是整个for match吗 我要怎么取得 这些资讯呢 怎么取得 这些资讯 那 呃方法 我们看一下喔 例如说 我们假设要取得 第一组资料 就是这个的第一组 无论如何 他都会有 那接下来呢 我要取得 那个 另外一组 就所谓的包含那个斜线s啊 就是空格 然后空格然后后面是另外一个时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因为 我想要 先取得 就是 我 那个 等一下 因为我要先知道说这一组 会不会先出现 因为有时候只有出现一组 那接下来我要看呢 这组 有没有出现 如果这组有我才抓里面的这个东西 类似 这样的概念 如果你用真会表示呢直接配对这个 局部啊那他一定找不到 因为这边会不会 那个 错过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先 抓前面这些数据 先这个数字 先抓前面第一组 OK在这边formatch呢 就会找到 第一组 然后呢我们就另外分组 在这个括号 后面 我们又直接给他一个括号 是不是取得了 这个第2组的资讯 就分第1组跟第2组 那你说 老师那我怎么取得 这个第2组里面的第3组 就这个资讯呢 你可以在这个括号里面 再写 一组小括号 例如说呢在这个数字的后面 再接一组小括号 小括号中有小括号 所以这时候 你是不是取得 group1就是那个时间 就是起始时间 group3呢 就是结束时间 那今天我们group1都会有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你只要判断group3如果存在 就取得group3 不存在代表他是forever 的概念或是所谓long term 的概念 OK 是这样的概念 那这时候呢 我们怎么办呢 就把刚刚写的正规表 如果你不确定就把我的 复制贴上在 测看看 你也可以自己写写看 就把它写到这边来 好接下来做什么判断啊 因为我们 先执行 我先 执行那个 先 知道那个 dict duration 里面的begin 一定会有 对不对 一定会有 因为 我怎么抓 这边那个 group1一定都会有 一定都会有 所以呢基本上 缺点什么 那个 呃我们是不是要先 r1以下 不然 match duration 可以把r1 这边 例如说search 要正规表是配对 igx duration 第2个呢是 htr duration 这样配对完结果 就match duration 因为 是不是那个 1 他一定会存在为什么 因为 我们要的第1组数字 第1组那个 等一下 webex的控制下 好 是不是第1组一定都会存在 你后面不存在其实也无法 反正一定会存在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先抓第1组 是不是抓到 group1 是不是这时候begin 就是这个 起始的时间 好 其实时间有 我是不是要判断说这边 那个 存不存在 来判断说他是不是一个 long turn还是非long turn 或是说forever的概念 所以这时候呢 我要判断啦 如果啊 我match duration 不是match match duration 对 他的 那个 3 就是我group的这边 3 这个东西如果 有被match出来 这代表 他是有两组时间的概念 就是一个 就是有70时间跟中组时间 如果match 那个group3 我没有被match到 没有被配对到 这代表他是唯一单独的时间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要判断啦 如果这个 不为空 代表你存在 所以我 dict duration 有关end的部分 就会等于我们match duration 3这个值 所以呢 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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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如果不为空 begin就会有值 如果为空 begin就会没值 反正我们在上面就决定了 剩余时间 有分forever跟他真正的数字 那如果你是数字 你就有begin跟end 如果你没有数字是forever 他原则只有begin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试试看 就是所谓的 呃 dict duration 看一下 他应该是什么 原则上呢都会有 那个时间 只有一个forever部分 他应该 end是空 看一下 呃 在哪里 在哪里 看一下 对我刚才报错是因为 呃 还记得 我们这个群组 可有可无这件事情 就是 我们这个群组是 尽量想要群组 如果后面是点什么什么 然后点什么什么 这种东西是不是很多组 是不是要在那个 群组的 最右边再加个加号 代表它是一个 或多个 是不是domain name的概念 那相对的 这东西要判断它可有可无 就是这一组最外面 要加一个问号 我突然想起来 就是要加个问号 代表你后面这一组 group2 group3 存在是可有可无 所以呢这个东西加进去应该是正常 就是 所谓的后面这一组 横线 空格横线空格 什么2021多少 就是后面那一组 要那个 如果 可有可无 就是说他 有 就是这一组 有后没有 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 我也可以match到前面 如果有 就会match到有group2 跟group3 的概念 所以我们来试 再试试看看 好像奇怪的会爆出 这样应该就会正常 有没有 这个代表是那个 长期 长期的部分 永远 不过long term 有什么东西 你发现那个项目 是不是就没有结束时间 他只有开始时间 OK 好 那 时间过得真快 不过我们也快到结尾了 那个 这部分呢 给大家 那个 我觉得三分钟好了 帮我练习一下 输出看看 OK 那你发现如果没有配对到呢 就 布置我的正规表达师看看 那之后大家 找时间 要练习 给大家三分钟时间 好 那我们取得了这个时间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 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 准备要收线 收尾 那 那个我们大概会延一点点时间下课 但是一样是五分钟左右 就是我们现在整理 详细资讯 这个详细的 这个页面资料 把它整个整合在 那地方 我们一开始是不是有 有所谓的价格 价格 跟赞助人数剩余时间 跟时程这个概念 那时程呢 这部分是不是我们会 这个放大一点 是不是还是源自于我们刚刚的list这个资料 所以我们要把它 把 原本的这些资料内部呢 除了既有了三个key value组合之外 还想要再塞那个什么price啊 塞那个duration啊 那些或是什么backer 这种东西 或是time这种东西怎么办呢 就这么做list data 我们现在呢 还在这过一圈内哦 list data 是不是有个index 从0到11的 因为我们第一页 是不是有12笔 所以这时候呢 总括号 这个0到 假设是0 第0笔 假设我们第一开始这个 第0笔的那边 是不是这个index 为0 是不是代表 原本的这个dictionary 它为0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底线 dictionary 所以 我们接下来呢 就针对自己有的dictionary 明明还是这个 list data index 为0 这个东西 再加上其他的key 和value 例如说price 为什么 我们刚刚 过滤出来的price 反正说 你可以复制贴上 这个我们待会用到 好 那第1个部分呢 是什么 backer 对 那他这个东西是不是叫什么 htrbacker 对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变数区的 赞助人数 那第3个是所谓的那个 剩余时间 那 例如说我们叫time 名称呢 自取 OK 那这边69行是forever 或是long term 都可以 那如果说 那个 你70行这边有满足条件 就是说他不为空间是因为真 他就会把数字带进来 就取代你 就是这个第73行 会取代掉你69行的级 如果你都没有进来70 那么他就 这个东西呢 衣服就不会进去委员判断 而69呢 会直接跳到74往下执行 他会 都一直是forever的概念 或是long term的概念 所以呢 这边 就是 stm time 好这边呢 下一个是duration Duration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key跟value呢 这个dictionary 带进去 单进去那里面 好那剩下的 两个超连结 一个是所谓的 留言 一个是所谓常见问答 但是我们不会再更深入 这个更深入部分 留给大家 去玩去研究 这时候你会发现 他你看 下面不是有网址吗 一过去 下面是出现网址 跟我们的网址比起来 只差一代有 斜线 comments 另外一个是 斜线 FAQS 所以我们直接呢 在既有的 网页的 连结上 就是他所谓的 这个连结 Dictionary 这个连结 这里面的这些links 我们直接針对他 例如说 comments 所谓的那个 FAQS 这边啊 那个我们就加入这个东西 然后呢 加个 斜线 再加个那个 应该不用 是加什么 直接在那边加 comments 那这边也是一样 OK FAQS 我记得加个斜线 OK 我们这整个货位圈呢 执行完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抓的过程 OK 我们到货位圈 外面看一下 我们的print 你说老师这个 printer好难看 你也可以加 pprint 但是我们这边就直接 那个print出来 Listdata 到底应该 长什么样子呢 经过这一波 我们输出 你看他这边 LOD在执行 LOD 就代表他在执行 OK 他在把每个页面呢 的资料都把它汇整起来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第一组 Cover Link Title Price 651086 backer 332 times43 Duration 是不是这个值 这代表第一组资料 对不对 他就变成 这个样子 然后呢 他就 那个像什么 common 这个东西 超链记 我们看一下 他有没有 留言 是说所谓的 留言的那个内容 没有留言 对不对 好那第二组呢 他是FAQ 他没有问答应该是有 就是我们看一下 有个问答 还是有对不对 那问答部分呢 如果要结局就交给大家 因为 先把基本的通用架构 跟大家说明 OK 这部分呢 我觉得就比较单纯 那现在 就要 最后 一件事情 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 那个 我们要把它 储存 成 json档案 做资料交换啊 变成这么过快资料啊 或变成什么东西 接下来那就跟之前一样 就 save json 那我现在有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 我这个savejson 这边 savejson 好 那这时候呢 这个savejson呢 就用比较 近年的做法 就是 with open 如果你之前上课懂 那我就不 多说 反正呢 这边就是 cloud founding .json 这是第1个 它打个名称 第2个 是它的 模式 我要写入 那接下来呢 是它的编码 encoding 等于呢 utf 横线8 那给它一个别名 方便操作的交流 就叫file OK 我就file呢 .write write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 透过json 把刚刚的list 是不是 输出自串的部分 这原本是变数 我希望透过dumps 把刚刚那个 list的data 变成 自串的格式 可是呢 我们要确保 如果我不加这东西 它预设是 那个true 它会帮我把 中文的变成unicode 变成什么斜线u 然后一大堆斜线u 不要看这东西 我希望呢 它是什么 boss 就是 你不要帮我变了啦 让我照我的方式去存 它就把中文存起来 那如果你说 那之前存起来 是不是整个一排 看起来很难过 对不对 如果你希望它是 排版完的 储存结果 这时候呢 叫 intent intent 就是 缩排4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执行看看 结果为何 我们执行看看 等下lodo完了 代表 它应该就已经存起来 我们看一下 它应该长什么样子 好 除了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跟之前呢 我们在抓一些政府公开资讯啊 后来贴图 或什么东西 它的json格式 到底跟我们猜猜 比如说这个craftfunding 你会发现 它是我们排版完的结果 大部分资讯 都在 这里面 OK 好 那因为已经下个时间嘛 就是我们 那个 给大家练习 那我们就练习多点时间 大概我们到20分之后回来 好吗 我们这边呢 就告一个段落 好20分之后回来喔 不是20分 对20分啦 20分 差不多 就给大家12分钟时间 好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到第14 大概14 15 16是差不多啦 就是 17 18大家在有空再玩玩看 14的部分 我来说明一下 大写着selenium 它是一种通称的 它是说 一种webautomatic testing 就是自动 测试或自动控制的东西 它帮助我们点点暗暗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小写的s4套件 就是我们开始在第25页的下方 奖页25页的下方呢 是一个套件 它可以帮我们用程式呢 取得webdriver 那这个webdriver呢 是一个API界面 就是 呃 我们到时候会透过一个什么方形取得 driver 这个东西 OK 它是一个API界面 它里面会有什么 点get啊 点post啊 或者是什么 那个 点什么 类似 有点像那个request 概念 那 它这个东西呢 跟我们 request不一样是 它会帮我们开浏览器 做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 它开个浏览器做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会透过那个Python啊 那个 Selenium的套件 去操作这个webdriver 帮我们做些事情 那我们也可以选很多的 浏览器 当然我们会以chrome为主 会以chrome为主 那这个浏览器不用讲 这种常见的浏览器 它会透过这个webdriver 那这个webdriver是什么呢 待会会跟大家讲 如何下载这个东西 我们透过这个程式 来控制我们的浏览器 OK 让我们Selenium进行操作 完成网页自动化工作 好 现在请大家帮我到 我先 开个那个连接 这个案例就可以 关掉 如果大家 记得有空要再练习一下 你记得这个 我们只是预览可以 可是你最好不要再让它缩排 因为 每个空格再加进去 在这个捐赠档 这捐赠档会变很大包 会有大量空白被你储存 所以呢最好就不要加那个indent 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平行化的字 这样子要交换呢 会比较轻比较快 原则上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那个 webdriver 我会传个网址给大家 OK 我传了一个网址给大家 那我们需要呢把这个东西下载到我们的专案目录里面 专案目录里面 然后呢解答说它会有一个执行档 chromedriver.tax 那个 execute executable 类似这样概念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下载什么版本 你会发现呢 它是所有版本 例如所有版本在可能在这个download页面 它可能有 95 94 93 那我怎么知道我要下载是9594还是93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浏览器这边有三个点点 有个说明 关于 说明 关于 我再说一次哦 我们点点那边按一下 你的说明 说明旁边有个关于chrome那个google chrome 打开看一下 你目前版本有多少 那因为他说我即将更新为更新的版本 所以呢他请我重新启动 那个 我待会重新启动看看 那目前如果你已经是最新版本 可能是95或94 那么你就下载95或94的版本 好那等我一下我先 那个重开一下那个浏览器 好重新启动完了 它是94对不对 我是94版 所以假设你跟我一样 是94版 这时候呢 你就到这个页面来 到 那个刚刚不是我们要下载吗 94这边这一页去 就94版这里 如果你跟我一样 一定要跟版本一样哦 你94949393939595 OK 好 原则上我们上课呢 是不是用windows为主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下载win32 win32 如果你回家练习 你用的是mac 又会分成你是m1的cpu m1的晶片 还是非m1晶片 你就各自针对它来做下载 记得给它 使用者全 就给它 那个执行全线 加个x 全线 那最多linux 你们之后 你们应该已经上过 或是未来会上 上到 到时候呢 我们再 那个 尝试给它执行的全线 应该就可以用 好假设我们是windows 就把它下载下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的专案 像你们是用那个pythonwebscrapping Master 对不对 那我后来改的名字叫做bdse 这时候呢我就把它存在 这个里面 存在这里面 好 那我下载下来成功 对不对 我就会到那个 bdse 像我这边只要夹这边 它是不是我们上课的专案 这边 就会有那个 这个 Chrome driver 好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或是你把它解压缩 OK 把它解到这边来 有看到是不是有这个执行档 OK 请大家呢 花个两分钟时间 帮我下载你对应的版本 并且呢在我们专案的目录这边 做一个那个 解压缩 把这档案呢 解开来 待会我们透过范例呢 来操作 这个webapi 这个 web driver的 API 好只要确定我们这边呢 下载下来之后 下载下来之后 就是我们的 砖这边呢 应该会看得到 例如整理一下 应该会看得到这个执行档 我们没有要执行 我只说要解压说 没有要执行 所以基本上 我们现在正式 要往那个 执行的部分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些讲译 这大概是做一些介绍 那接下来的东西呢 都是基本的操作 真正的操作在我们的案例里面 真正的操作 会在我们案例里面 所以 我们会新增一个 14 12 OK 我们新增一个 14 12 请大家呢 帮我新增14 12 下载完就不用管他 OK 下载完就 就不用管他 底线 14 12 OK 帮我试试看 有没有这个档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 汇入套件 就是怎么样把我们先前 安装那些环境 我们汇入 相关 套件 如何把汇进去呢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 就从那个 Selenium 里面 汇入的东西叫WebDriver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 透过这东西 去操控 我们刚刚 那个 下载下来的那个 ChromeDriver .exe 那个档案 第二个呢 是我们待会会尝试 就是我们开启浏览器之后啊 就是我们从Time那个东西的汇入 Sleep 让他 强制等待 说是睡觉的意思 让他等待那边一段时间 再关闭浏览器 所以这时候呢 那我的注解这边有一些参数设定 大家有空会再看 那 那个我会做些初步的介绍 那在这边呢 我就是先 我会先慢慢打完之后呢 大家都复制贴上就可以了 例如说启动浏览器工具的选项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设定东西什么 我要开启浏览器的时候 我预设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设定 这时候呢我们就会Options 等于什么呢 WebDriver 点 我针对Chrome这个东西呢 给他 Options 做一些设定 那设定什么呢 在讲义里面呢会有的 Options 点 Add 底线 Argument 那这个东西呢 他会参数 在这个网址里面 有做一些说明 大家有空再看 那在这边呢 好 例如说这边 横线横线 Headless 什么意思 就是呢 我在这边 我就不开启浏览器 就是说 我在这里 就不开启 那个 实体 浏览 浏览器 就是我直接呢 不开启实体浏览器 我放在背景执行 我就说呢 我们 待会 原则上要开启浏览器 可是有时候呢 我不想让他开浏览器 所以 就只想让他在背景执行 这时候就要 透过这个方式 让他变得没有标头 没有 没有那个 所谓Head的概念 让他在背后执行 让他背后执行 那这是一个 那待会呢 大家可打可不打 因为我会把它助起掉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我希望 他打开的时候啊 Hug 我希望他打开的时候 帮我直接把浏览器 开到最大 Maximum 他帮我把它放到最大 这是 最大化视窗 第三个呢 一样 这个 我今天呢 如果有时候开启网站 他可能会 那个会有个跳出视窗 我跳出讯息 例如说 跳出那个 通知 例如说右下角 登登那个 你订阅那个网站啊 他突然跳出讯息说 推播 所以那个网站有一个新的 那个 那个 英文列表啊 新的内容啊 让你看 出现在Chrome的右下角 有时候你订阅一些频道 像有时候三个上一半会有同学 订阅我的频道 右下角出现通知 对不对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 我 可能就用到一半 他要求说用你的摄影机 用你的那个 麦克风 这种东西我不希望在我 资料截取的过程中 或是透过浏览器做自动化 操作的时候 一直跳出来的东西来反我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会 Disable Disable 什么呢 pop up blocking 这时候呢 他那个 就开始讲说 禁用 弹出 那个 拦截 不要弹出那种 要用你麦克风啊 要用你什么 取得你地理位置啊 什么东西 我就不要 OK 那我东西是不是还少一个 少一个什么呢 叫什么呢 add ARGUMNC 这个东西啊 Incognito 就是 他应该叫隐性埋名 可是在我们Chrome这边叫无痕模式 就是 Incognito 就是这个单字就是 无痕模式概念 我们就开启 无 痕 模式 OK 这是一个设定 这基础设定 那待会你只要知道 你就不用自己打 你就复制贴上就好 你的责任呢 就是把这个参数 依照你要 比如说不要启动GPU 不要启动 不要读图片等等 加到这些argument里面去 接下来呢 我就要使用 使用那个 Chrome 的 Web Driver 我就要透过刚刚那个 下载WebDriver Chrome 那个 ChromeDriver.txt 那种东西 来进行操作 怎么做呢 接下来呢 真的要用 让我们的拍场去操作 是这个Driver的变数 初始化它 例如说 WebDriver 点 我要选哪一个Driver呢 选Chrome OK 那我设定option 在哪里 options 就等同于我们的options 那你说 老师 这两个怎么一样 记得 我们这个option是指 我们上面的option 一路走过来 然后游游网组 等号带到 他的设定里面去 这是他设定 你说 老师那我可以加 他买底线option 可以 一样跟买底线headers 然后带入他的headers 是类似的概念 所以这边上 这个option 是透过这方式 游游网组带进去 这时候你开启了Chrome 它就会有一些变化 那有一个呢 下面是什么 萤幕最大化 那不管它 就是说 这个东西 例如贴上 我们就不会用到这个东西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这个东西 直接给它一个参数 概念 这时候 一个引数概念 基本上就不需要再变大 他会吃这个 OK就不需要再变大 这个东西呢 可写 可不写 OK 不过呢 我们不会用到我们的模式 用它跳出 我不会用到那个 那个 不开启实力热感器 我们不会让它在背景直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跳出来才知道 我们有没有成功啊 所以我希望 这个跳出来的那个 这个 我们现在做一件事的开启 例如说 我这边应该写错 应该是Yahoo 的首页 不是Google首页 所以我希望Driver 点get 就是我们在这边呢 开启的浏览器 可是希望它到哪个页面去 到Yahoo的页面去 然后呢 我要让它休眠 是所谓的 那个强制暂停 我强制等待 几秒 例如说slip 让它休息5秒 最后呢 请它帮我关闭 留 浏览 OK OK Driver 点quit 好那我来执行看看 假设 我们的 这个档案啊 练习档 就是练习的 14-2 的部分 一定要跟我们 这个 web driver的 这个 点exe 这个档案 就是chrome driver 一样同个路径 那之后呢 我会大概 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去选择 它路径 例如说你这个chrome driver 是放在别的地方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指定路径去取的 那我来操作看看 看有没有什么错误 你发现它就跳出这个了 它变无可模式 跟你讲说 Grome 目前收到自动测试软体控制 5秒之后呢 它就会关闭 差不多要关闭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开启浏览器 的第1步 所以呢这部分 给大家 我觉得这部分 大家固执就好 给大家大概 呃 2分钟的时间 我帮我把这个档案呢 试着打开浏览器 OK 打开浏览器 然后呢 再 让它自动关闭 好接下来 我 待会我们会 继续复制这个上面的东西 我带大家直接复制这个上面 先跟大家讲 那个重复出现的东西 就不要再用手打 就复制贴上 我们真正的重点是下面这些相关的操作 所以呢 这时候请大家帮我关掉 14-2 让大家体验一下 那个使用浏览器概念 接下来啊 我要开14-3 因为 我有可能 随时都会取得 检视原始码的内容 但是 那个 Chrome Driver 那WebDriver 他取得的检视原始码 是我们互动之后的 原始码 而不是用Request 取得网站初始读取完的 预设的 检视原始码 万一我们操作到后来啊 例如说有些东西 我们点一下 然后呢 5秒钟之后才出现 你用Request 是找不到的 一定要Selenium 帮你按一下东西 5秒钟出现 再截取它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取得 那个他的检视原始码 14-3 OK 这部分 帮我尝试一下 快开一下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跟那个 刚刚的 那个 设定 一样 我们都是呢 一路复制 像我这边 就直接复制 这个 请大家呢 帮我花点时间 帮我复制到 这个 第17号那边来 就14-3 上面呢 固定东西就不要再 另外打了 直接复制天上 我们的重点呢 是在下面 OK 给大家 那个一分钟时间 刚刚同学呢 帮我 补上进度 好 那现在啊 我们就往下 好 现在呢我就尝试有开那个 开起那个 角色随便网站 数位时代 有时候 那个 他那个 专门在报导一些那个数位 就是所谓资讯科技的 那个东西 算说近年有一些 那个 意识形态上有偏颇 但是 我觉得没什么差 他科技新闻 还是可以看 比如说 TW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进去这一页 例如说我们到这边去 OK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取得这一页 的那个 按右键 解释原始码 可是呢假设你今天 跟这网站有很多互动 点点按按啊 都是做什么东西啊 这时候 我们点点按按然后出现什么东西 我们取得了解释原始码 如果希望是互动完之后的结果 要怎么取得呢 就用这个方式 就是说我们 取得 解释 取得网页原始码 这时候呢我们就透过这方式 那个等于 driver 点 page 底线 source 去取得 这个解释原始码 然后呢 我就把它印出来 那印出来的同时呢 我也 就顺便 那个 关闭 流 览器 OK 关闭流览器 就是从driver.twin 我们直接看看 那么跳出来 跳出来呢 他应该就会直接结束掉 然后印出呢 HTML 你看到 他就印出这些HTML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文字 OK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部分呢 大家 再花那个 一分钟时间帮我查试看看 OK 好就往下看 那 我们14之后14之3 好那他有提供一些 讲义上有一些简单的方法 那 其实也很少用到 这个大概只贴给大家 看一下而已 我这大概除了 那个PageDXSource 你想要取得网页上哪些东西 我这边 最常提到 那 比特上是这个啦 最常用到 最常用到 那15的部分喔 就是大概是一些 额外的操作 额外操作呢 嗯 好我们也练习看看好 因为这个会衔接到15之 15之2的部分 OK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请大家关闭这个档案 然后呢开启那个15之1 15之1 所以呢请大家帮我新增一个 15之1的这个档案 底线15之1 OK给大家大概15秒时间帮我新增一下喔 好 好 那就请大家帮我呢把那一个 呃 那个 例如说这边到这边 Driver这个地方 我们不需要在这边的简单用 不需要做任何的Options 请大家帮我复制一下这个东西 稍后呢我们会再做一些说明 做一些说明这些套巾到底是做什么样的 OK先帮我花个15秒 把它 贴上 好吗 我帮我贴上一下 这样子直接执行呢就会跳出浏览器 不过呢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好 那我先解释一下 其实我在别的档案有更详细的注解 这边只是大概先贴上操作看看 就是说 我们说 汇入这个WebDriver 让我们能够使用这东西之外 他是不是在这个WebDriver会指定 我们用Chrome 来让我们操作 那现在呢有些东西是这样 我们今天 要做一些事情就是 假设网页上有些元素 他说五四三二一才跳出一个画面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希望等到这个东西 五四三二一然后跳出那个画面之后 他出现 我才点什么 64XX 我会点什么 进入内页 我们需要做一些等待对不对 所以呢 等待这件事情会交给这个WebDriver Wait 请他帮我们等个几秒 假设 这几秒内 他有出来 我们继续往下执行 如果他没有出来 我们会透过那个 例外处理 Python的例外处理 去针对时间Timeout 他10秒内都没出来 已经超过10秒了 就报错 往那个 Timeout的 那个预时的例外处理去操作 好那是这两个部分 好那我等待的时候 我是不是需要一些预期的条件 比如说我等 等什么 等某个网页元素 等某个网页元素 他出现在网页上 或是他有成为 我们那个 NF12 那个有的那个 Element 那个元素 进入那个Dome 的那个元素之中 如果他有在显示到网页上 或是成为Dome的元素 那么 我会期待他发生 那期待的条件 或期待的情况 这个东西呢叫做 期待的条件或情况 那我们给他说一下EC 我们期待 网页的某个元素 他在那个10秒内会出现 那期待谁出现 期待某个元素出现 我会用EC 来做这个期待条件的一些设定 那我们这时候会需要说 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取的元素呢 你可能是CSS选择器啊 你可能是 单纯的那个 例如说A-link里面的内文是什么啊 等等 你会透过这些方式来取的他 那这时候呢 就会跟你讲说你是透过什么方式 我会透过 用by 例如说css底线 selector 大家讲说我用的是 css选择器 等等 这时候呢这个by就跟EC做结合 OK 那剩下这个东西呢就是税 让他税一下 让他税一下 类似这样 不是让他税一下 就让他等待一下 让他等几秒 才往下指寻 好接下来呢我就直接把他说完 做完之后呢大家就说一下 开启网页 OK 那我开启谁呢 driver.get 开启 例如说我复制这个 这个网页 那网页做什么呢 我们稍晚可能下午 会用到 他输出一个例如说什么 你吃 宝梅 那输入进去呢他就帮你查询 相对的注音 相对的注音 我们会取得这 一组注音 这一组注音 我们要取得是这些资讯 所以呢我们到这个网页来开启完之后呢 我希望我们塞入一个java tool 就是 我们用salenium 或是用什么webdriver去超工的网页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偷偷塞一个自定的 java tool的程式码 我们家的网页呢 执行我们想要执行的java tool的程式码 我是可以这么做的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 那个 跳出 alert 这个视窗 警示的视窗 就是这种driver 点 请你帮我执行 什么 我一个script 什么script呢 执行呢 例如说你们 之前有上过 window.alert 或是你alert也可以 代表写什么呢 这是 我们 自定的 函跳视窗 OK 我会请他浏览器 帮我在打开的时候 执行这件事情 alert跳出来 alert跳出来之后呢 大概 我们花个那个 整个几秒 slave 例如说等个三秒 三秒之后 他会帮我们 就是点选 我不去 我有点忘记是不是 还是 这个 这个我可能再试一下 点出 那个点选弹出 那个 呃 确定按钮 点选确定按钮 这个弹出确定按钮 热出来 然后按下确定按钮 所以呢 driver 点 switch 底线2 点 这个switch2 其实还可以延伸很多东西哦 但是我们不会讲到那么细 这时候呢 他会帮我们 针对alert做 acept save 好 那如果按完之后呢 一样 那个 整个几秒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slip 我会等着三秒 最后呢 那个 关闭 我流 那个流 染 气 然后呢 我们就 driver.quit 我们试试看 资金官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OK 他叫做我们制定的弹跳视窗 然后 然后 这个叫什么 他应该报错 因为 语法要把他改 我是不是打错字啊 没有这个东西 可能他语法改了吧 就是新版的 是我的打错 看一下 我记得这边好像有改版的 就直接看看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执行错 我记得把这个 关掉 这个 这个已经开了关掉 因为我记得好像改版 我就没改到 但是没关系 我们看一下 如果报错呢 我们就放弃这个案例 诶他成功了 所以我是刚才打错字咯 我们再执行一次 看一下发生何事 好那不动他哦 他应该会自动帮我们点按 然后呢 这三秒后呢 自动关闭 浏览器 OK 我这边有打错 因为这没错啊 这个switch2 其实蛮 蛮多东西的 OK 好 那因为中午的关系呢 就是下午呢 再继续开始 好那待会把影片上传上去 那请帮我操作一下 练习 练习完了 大家记得用餐 记得休息 下午 就会比较 多东西 下午要多东西 OK 大家记得休息哦 那我们下午见 再见 再见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